混之专制不明白 历史上英雄豪杰众多 但是靠着出差成为民族英雄的 就稀有了 他就是张谦 张谦是西汉人 祖上全是农民 24岁那年 他凭实力抢了个朝廷铁饭碗 当了公务员 当时他的老板 也就是汉武帝 一门心思要跟匈奴干场硬的 而张谦因为工作态度认真 假释清白 被列入人才名单 主要负责外交 于是他领取了任务卡 扛起旅行包就上路了 可他刚走到河西走廊 便跟匈奴人 断了个慢怀 先是十大酷刑走一遭 结果啥也没套到 接着又搞怀州政策 送饭送酒送老婆 匈奴人没辙了 就给他关了起来 而且一关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 张谦吃匈奴的喝匈奴的 可他始终没忘记 自己是干啥来的 公元前129年 张谦呆着空逃了出来 但没回汉朝 而是撒鸭子狂奔 一路向西 这一回运气不错 他见到了大悦之国王 但他俩没能聊到一起去 我管饭可以 打仗咬他 张谦骂骂咧咧的走 转头当起了旅游博主 在西域各国浪了一年后 就该回去向老板汇报情况了 鉴于上趟形成的悲惨经历 这一次 他没有走河西走廊 而是绕道走了 南边的羌人地盘 然后 怎么又是你 经不经期 一不一万 啥也别说了 喝酒喝酒去 又过了一年 匈奴内部爆发了 王位争夺战 张谦懒得看热闹 一流烟逃回长安 虽然这趟出行 没能拉拢到大悦之 但汉武帝已经不在乎了 但汉武帝还是给张谦升职成校尾 为亲获取病跟匈奴打仗时 张谦就去给他们当活地图 有一次跟李广狗合作 张谦的GPS突然失灵了 于是我呆猛了 我也呆猛了 张谦被撤了职 回家种地去了 直到霍去病收复了 何西走了 汉武帝又召回张谦 封他一个中郎将 让他再跑一趟西域 这次张谦访问了 乌孙 大院 康居 大夏 这些西域国家 和他们加了好友 拉了拳 时不时带个购 卖个货 高点学术交流 汉朝的吃货们 也跟着抢了福 什么核桃 西瓜 葡萄 石榴 还有 来呀 凤子哥 互相伤害呀 大佬 就放过 第二次舒适西域 回来后不到一年 张谦病逝 以一己之力 开创了最早的中外交流 这就是张谦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